热线风八点 你所关心的时事、政治、经济及各类生活大小事 尽在热线风八点 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热线风八点 八点四一分零三秒 继续回答我们的热线风八点 我是礼拜三晚上的值班主持人小米 在我们节目现场呢 今天为大家邀请到一直在玩麦克风的那一位呢 就是YouTuber不太懂麦克风怎么使用 这是我们的哈利哦 来自于哈利物这个频道的哈利 不过我们刚刚讲哈利物可能很多人会找不到 你要把这个中英文或英文的拼音 你跟我们拼一下好了 H-A-R-L-E-Y-W-O-O-D 然后还是要加上中文 因为你收这个话会有很多个 然后中文的话就是 哈哈大笑的哈哈里面的李 感悟的物 哈利物 按照你的侧面观察 因为你自己本身喜欢电影嘛 那以前都很喜欢帮这些微电影啊 在做这样的一个拍摄 包括连续剧啊 或者是那种小型的 这种很流行的这种短片制作 那艺术电影啊 要该得奖的啊 你都会去做了 那现在来到这个自媒体 你自己觉得这一连串的这个趋势 我们身为广播人要不要紧张啊 是不是很快就要被你们这些人取代了 传统媒体 它存在的这个必要性还在那吗 不要告诉我真话 好啦 您请讲 我还是说真话吧 请说 不会的 我觉得就各有各的那个不一样 然后再说广播电视的话 他还是专业人士 然后那个自媒体的趋势应该会是这样 一开始就是你各种乱七八糟的都会有 都可以存在 但是你最终活下来的 或者做的特别好的 他还是在学习的 他还是向你们靠拥的 然后你们呢 作为前辈或者说是这一行的专业人士 你们其实随时一转行 一转过来就超越我们了 就超越了多数的那个原来的那个 哇你太客气了 也就是说如果歌手周杰伦 他想要去当YouTuber 就快速的 那当然 绝对很顺嘛 你看看他的YouTube有多少 他的单曲不是在上面首发吗 Mahito之类的是不是 对对对 一样的 嗯好的好的 所以也就是这样讲起来 虽然我们都躲在荧幕后面 当一个这个广播人 其实真的要站出来 有一个YouTube频道的话 其实勇敢的冲出来 我们脸也可以不用放上面吗 我们也可以用 刚才讲那个YouTube统计 小猫是最吸引人的 也可以让他们当做事 因为我发现很多成功的YouTuber 各形各色 有些人只有露一只手 他在测试手机 对对对 有些人呢 只有露一个声音 会用动画方式来展示 对 形式很多了 对那一样千万的这个点击率 还是会出现的 对是 所以各式各样 大家不一定说 哎我很拘腻说 我要减肥了以后 我才要配便呢 我要化浓妆啊 我才能够做什么 这个接下来的事情 其实完全不用考虑 对不用 其实在自媒体里面的话 其实宽容度非常大 而且人家 就观众喜欢看各种各样的 并且是真实的 真实非常重要就对了 像我最近喜欢的一部这个YouTuber 他是这样子 就是一个日本的妈妈 他不断的切菜 做菜包海苔 然后每天早上 然后那个日复一日 就是他自己小心的在为爸爸 在帮家里的老公准备便当 跟小朋友准备晚餐 然后各式各样很繁琐的这一些 包括洗锅是在做煎菜的这个动作 天哪这么的碎 这么的麻烦 但是呢就是看了好舒服 觉得好解压 怎么可以把这个菜做的这么精细 而且这一下子 他的小孩子十分钟都吃完了 可他可能花了两个小时 在做这个准备的动作 那大家也就是跟着他两个小时 在看他做菜 是直播 他不是直播 他就是录的 就是很长的 长视频 对对对 非常长 那凭什么两个小时 大家愿意盯着呢 就是有一种 我也是他家人的感觉 对对对 然后好像 你坐在他的厨房旁边 天底下不是只有我才米油盐 他也是在世界某一个角落 他也是这么享受他的工作 对对对 把家庭主妇做成这样 对对 这个跟传统的不一样的 就是那个自媒体的 通常这些YouTube的话 就是更加写实一点 更加真实一点 如果非专业的这样的 YouTube又很装的话 那绝对没有人看 对最近不是那个 深山野岭里面有一个女生 他就会去采一些天然的菜呀 回来以后马上就做 然后做一大盆 就是好像 太火了他 对呀 然后他是用那种很土窑 然后是大锅 大铜锅 还是大铁锅 然后这样做 他这样的名字我真的忘记了 李子夕吗 那很多人会讲说 这个其实不是真实 他有一大个团队 在帮他做规划 那一开始不是嘛 一开始是真心的 他就是放一只手机就拍起来 是不是 对他应该是 一开始是没有什么团队 应该但很快被人发现 像我也希望某个团队发现 所以在这个中国大陆的这个部分 又或者是在这个亚洲国家 是不是因为 大家在玩这个自媒体的这个部分 后来都越来越专业化 就马上的就是 有一个这种网红制造机 他会说我是你经纪人 我要把你包下来 好好唱歌吧 你就在我这个小小的这个歌间里面唱 是的 是这样的 都在包装 看到有一些苗头 你这个不错 有潜力 马上就有人去那个包装你 或者是投入一些支持 制作方面 那里面有一些filter真的很重要 它的滤镜有没有 所以有些人可能 200磅 但是一看起来就是 130磅 那我就一直很想研究说 为什么 中国的这些这个app 这些修炼的这个软体 都好成这样 我们美国可不可以也拿来用 那这样我们广播人都可以见人 你现在直接用那个国内的就好了 中国的或者台湾的 可是他只能用手机吗 是不是 如果我们要想要转成这个 用摄影机来做 其实也做得到 是不是 用手机就好了吗 一直说 用手机就好 用手机拍片就好 那你就永远活在手机里面 是可以的 现在你看 你看这些视频都是用手机看嘛 很少在电视上看 也没有人放到电影院里面去 那真的放出来的话是颗粒很大颗的 是不是 就是蒙的 可能会吧 但至少 其实我从我孩子的那个方便学到了 就是发现了这个特点 就是说你一旦 手机它屏幕小 按理来说看得不舒服 但它最重要的一点是 它可以控制 对吗 你是电影院的大屏幕也好 在电视上 你控制它不方便 你比如说我要换下个视频 不方便 但手机上你就换掉了 你要搜索 现在用声音就可以搜索 对 没错 尤其像这个YouTube本身 它是一个很棒的搜寻引擎 它是Google有的嘛 所以它的功能就跟Google一样 所以你想要找的东西 比如说如何被浪冲 就会收到我 或者是如何 这个去试镜的时候 可以快速的被看伤 或者是试镜人到底是有多苦 那刚好你们这些试镜人 拍出来的东西就容易被挖出来 是是是 哇 那你当初做这个东西 家人有支持你吗 你们家的另外一半 会不会很抗议说 到底要在电脑前面待多久 还好啦 还好啦 我把握的这个 把握的度还 把握的还行 一个是就是说 我尽量的简化嘛 这样的话不会花太多时间 另外的话 我也给它 洗脑 我就说 我哪一天 我这个说不定 你看我这个粉丝到一千的时候 我就可能会从一美金 两美金开始 可能获得一些广告费了 对 真的有这个机会的 就像李安导演一样 十年寒窗 无人问 突然拍一部电影 哇 全世界都认识他 还赶快立马得奖 这样 所以像这样子的 这个家人的这个支持 所以你每天到底 花了多少时间 在做这个YouTube呢 花的时间一开始多一些 现在说实话不是那么多 也 我觉得主要是把那个剪片的时间 缩短的话 其实花不了太多时间 你就每天想想 明天要做什么东西 然后你拍摄也就十几二十分钟 就拍出来了 然后剪辑如果你能马上就搞定 那么就花个一两个小时就行了 所以你也可以当做练功咯 也就是说 每一个剪接技巧 每一个灯光的把握 或者是每一个故事的陈述 反正你每天就制造一部小电影 就在你手机里面 没有那么严格 所以更简单一点 哦 那在剪接的时候 也是用手机剪接吗 因为我知道手机 有很多剪接视频的软件 我没有用手机剪接 不好剪 手指太粗是不是 对手指太粗了 然后 还是用传统的这个剪辑的软件 我知道国内有很多什么剪音啊 什么是很好用的 但我下载过 好像感觉对我来说 我还不如用我习惯的 哦 何必再学新的东西 对 OK 我从那个 就是我一开始用PR来剪 嗯 当然它的功能是更强大了 那现在你知道我用什么 用iMovie 哦 iMovie就是最简单的 是 但其实我觉得就够了 我就要简单 我就要快 哦 OK 那所以大家如果想要尝试的话 其实iMovie也可以 就够了 而且是免费的 哦 免费 对 那如果你不是用苹果系列 iOS系列的 其实你那个 你的一般的这个软件 里面有什么premiere 还是什么 就是什么photo shot premiere 你也要买啊 也要花钱 哦 真的啊 哦 就是基本的这个microsoft里面 可以剪接影片 iMovie应该在windows也能用吧 我不知道 哦 OK 好的 所以就是尽量去下载免费的 就可以启程了 就可以马上了 所以如果很多人喜欢园艺 有没有 他想要记录一下 他家菜瓜的这个生产过程 这种很多人看 对啊 什么瓢虫如何把它吃掉 蚯蚓如何钻进来 然后最后是怎么样 自己想栽的前一个晚上 被那个外面的这个小鸟给捉坏了 所以这个东西应该是很值得 可以做吗 是不是 我觉得 太多东西可以做 我觉得 除了 除了就别人喜欢之外 我觉得很重要一点就是自己也要喜欢 要不然你就很被动就专门为别人就就为别人喜欢的事情而做 最后你可能未必能坚持的下来 所以刚好你喜欢冲浪 所以拍冲浪 刚好你喜欢电影 所以你拍电影 虽然为了这个东西中间可能要经历一番很策骨 但你很享受这个苦 这个过程非常慢 你像我这一年 做了一年一百个 一百多点几个视频 然后三百多个粉丝 一天一个吧 差不多 那其实是很慢的 但是呢 我觉得将来 就是说你就没有压力 真的 我没有太大的压力 因为我不需要去特别夸张的去表现什么东西 或者说跑到哪个山上去跳下去之类的 就那种你想成本其实也蛮高的时间啊各方面 没错 很多IG就是疯狂的 IG上面的人 Instagram上面的人 除非你就喜欢探险 那就不一样了 那你就把你的探险的过程记录下来 也是一样的 是 那如果是为了早点子而早点子 那就很累了 对 有点累 比如说像一些网美 他是为了要拍一瓶正在滴这个水滴的这个冰的饮料 所以他每天要不断的去想各式各样的地方 如果他很爱那OK 那如果只是当工作的话就很累 所以一般的这个YouTuber 一般的这个网红 他们通常是累积到多少量 才会开始变成是厂商来赞助啊 YouTuber他是一千个subscriber 你可以申请那个获利 就可以一般多多少少都会开始有嘛 就看你的视频的观看量之类的 哇所以这个是要申请的吗是不是 这很简单 OK 那我们电台好多人的这个YouTube 其实都可以赶快去升级 当然大家纯粹好玩啦 然后就是就顺其自然做着自己想做的事情哦 那你自己有没有想说有一个五年规划 你现在已经一年了有三百多个 五年之后你的目标是在哪里 啊我没有设定目标啊但是我觉得我达到一千的话应该不会不需要再不需要另外一个一年 嗯 就现在是三百三百多嘛按理来说按现在速度来说你不是还需要个三百多天 嗯嗯嗯再加个三百多天嘛那我觉得事实上不用因为它这个就就就你不断的爬的时候它会越来越往上走因为越来越多人看到你了嘛哦所以它点击量 后面的速度会更快只要你还在坚持嗯你你还在坚持这样更新呃不会说你断掉了断了个几个月半年啊之类的 所以过去的一整年你就一直坚持的做所以每个礼拜放个两三篇嗯完全没有断掉过你有发现它的曝光率是越来越高的因为你持续放稳定放 对这是啊是有研究数据的就是有好多呃做的比较有经验的人在分享都是这么说嗯嗯是一个固定的这个频道那有没有人教你是跟你讲说你一定要专一比如说你是爱吃的吃客你就多放吃客你是爱电影的你就多放电影啊嗯那你怎么可以又把这个呃被浪冲的这个经验也放进去呢还是你是把它当电影再拍啊没有呃呃其实可以这样的因为你一开始 你的你的你也在在摸索嘛呃呃你就可以那个知道哪一种人家最喜欢你喜欢的那几种都试一下都都在做嗯这样的话嗯你最后发现哪个更多你可以偏向哪个多做一些嗯没有关系呃呃呃如果你很专其实也有好处没有没有说这就是坏处人家喜欢这个niche的人就跟着你走对对对你有你那你的深度会垂直度会更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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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 好的好的所以再次鼓励大家哦如果在疫情期间尤其在这个现在你有觉得很焦虑你的兴趣爱好都没有人发现你都没有人来好好给你深度专访的话哎自媒体的年代来了赶快把你的手机拿出来你自己可以上小红书你可以上TikTok你可以上YouTube每个人都可以当网红每个人都可以有个自媒体 就算没有人给你点赞也OK啊放的时候你心里很开心嘛对不对对啊好的所以现在如果我们要鼓励所有听众朋友们你要给他一个建议的话你觉得是呃初学者或正要启动的人要给他什么建议还是刚才说过的马上行动不要迟疑just do it对先给我点个赞订阅一下然后我再呃好好推一下对推动你一下你就开始了哎互推互追好的好的谢谢我们Hollywood的Holly谢谢谢谢 下次再会我们赶快去点赞谢谢